昨天我们说到在合肥有一位老人 在用刀来割人家的安全绳 到工作业者的安全绳 被呵斥之后居然还不停止 如今有了新的消息 警方已经逮捕了这位老人 有18岁的老人 因为跟楼上有一些矛盾 所以对于楼上正在施工的工作人员 痛下黑手 准备去割断别人的工作绳 这个事情对于高工作业的人来讲 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而老人是骂骂咧咧 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 虽然老人的力气不够大 没把这绳子割断 而且这件事情也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 但是这件事情警方引起了高度的重视 毕竟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它导致的后果是可能很严重的 所以很多人也都希望以谋杀未遂的罪名 要对老人神之以法 当然老人年数是比较高的 但是很多人也说 不能因为年龄大就认为他不懂事 毕竟是成年人 做任何事情不考虑后果吗 所以对于这样年龄的老人就应该重罚 让他们在牢里面吃牢饭 知道在社会上面不是为所欲为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再次回互相互